2013年 在南京大学读汉语的勒勒法利 看到中共删除财经纪录片穷顶之下 由于不解 他提出质疑 却被扣上反华的帽子 于是 他开始怀疑中共的体制 有这种非黑几百的思想 非常泛滥了 至于有这种 你死我活的思想也会影响到 他们只要能够给我扣上这个反华的帽子 他们对我其他所说的视而不见 不用听 啊 多么爽啊 但是实际上这是思想上的一种偷懒 中国人真的会以为 国家 人民 共产党都捆绑在一起 对吧 都是一体的 所以你只要反共 那就等于你在反华 勒勒法利表示 像他中文这么好的老外 很多都选择挺共 赚钱 出零 但他却选择了反共 我终于觉得 我生活有意义啊 中国共产党 尤其是现在共产党 就我们不应该把它理解为一个政府 它是黑棒社会 咱们要说得很清楚 It's a mafia 所以啊 所以啊 要选择跟他battle 肯定不能只是一个原因 有好 有几百个原因啊 都会积累起来 对吧 最后可能有一个导火线 那对我来说这个导火线是什么呢 当然是这个疫情爆发的 然后我看他们是怎么扭曲事实啊 他们是怎么扭曲历史啊 勒勒法利认为 病毒爆发的根本问题就是中共 所以美国人觉得他们以为 哦 我们只要能够解决这一次病毒的问题 以后就没问题啊 No No 你是治标而不治本 这个本质上的问题是共产党 CCP 因为共产党没有监督的体制 它在没有监督体制的这个情况之下 这个病毒不是唯一的 OK 它们会继续 It's going to keep coming The problems are going to keep coming 这一个会比一个差 一个会比一个严重 勒勒法利自从选择揭露中共 就失去和所有墙内朋友 包括女友的联系 她盼望中共灭亡 能够早日和他们相见 Because there's people I love within墙内 And I guess you're probably the same 对吧 你是不是一样的 墙内有你的爱人啊 有你的亲戚啊 有你的朋友 那你就要为他们而奋斗 所以希望这个共产党灭亡之后 有朝一日我可以回到中国找他们 新唐人记者颜希综合报道 建立新唐人记者颖 建案 flying 充沮 若 这 版本 充沮 这个 股 幽 吊